目前 已成為美國公民的州封鎖 原本希望在這個自由國度裡 能逃離中共的審查黑手 然而事與願違 他說 在美國的微信用戶 普遍受到中共審查或遭遇各種干擾 可大多數人都不願意講 就因為害怕受到中共報復 結果被人知道以後就有一個人 突然在他的 直接給他發了消息 他那個消息就看不到是誰發過來的 他當時很害怕 因為就是威脅他的一個消息 所以他就想把那個截屏的時候 那個消息自己就沒有了 像這種呢 顯然是那邊 直接有中共的國安 國報 五毛這些直接控制 州封鎖在早些時候告訴《華盛頓郵報》 他在美國創建的微信帳號發布的內容 無論是政治性的還是日常生活的 在中國或在美國創建微信帳號的朋友都看不到 只有他自己能看到 有中資公司騰訊持有的微信 據說全球用戶數超過10億 出於國家安全考量 美國川普政府去年9月試圖禁止微信 在美國應用商店上架 但遭到聯邦法官阻止 導致禁令未能生效 周峰所說 也許很多人覺得微信使用起來方便 但關鍵是它使中共伸到自由世界的觸角 必須被禁止 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時候 各地的小粉紅組織的這種去騷擾香港這些活動等等 很多都是在微信上組織起來的 這樣一個完全受中共控制的一個 可以有很大行動能力的應用 而因為它的服務器這些都是在中國 美國的公眾和執法機關根本無法知道事情 前華為南京研所工程師金淳 同樣支持禁用微信 他說 首先 聽從中共指令的微信母公司騰訊 當然也會配合中共來審查言論 金淳表示 中共利用微信監控全球用戶 除了輸出意識形態 也收集各種情報 進行大數據分析 滲透全世界 我還聽我一個民運的朋友去講 微信還曾經就是幫助中共去抓捕在國內的異議人士 利用這個國內的異議人士和國外的異議人士 在微信通訊的這個內容 然後抓捕異議人士 所以說微信這個不是也直接參與了中共的人權迫害 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2016年的報告顯示 受中共跨境審查潛在影響的用戶數量龐大 去年5月報告顯示 微信正在對海外賬戶進行監控 用來訓練和建立微信用於審查 中國註冊用戶的審查系統 據彭博社1月12號報導 公民力量組織和6位匿名微信用戶 向家族法院提交訴狀 起訴騰訊 其中一名中醫按摩師員告 去年就中共肺炎疫情發表評論後 微信帳號被凍結42天 導致他無法和客戶溝通 每天損失約500美元